每個動物牠習慣性不一樣 但是可以很明顯看到牠 眼睛是一個睜開一個閉起來 真的喔 對 所以你會覺得 到我們海生館 會看到小白鯨牠很慣性的 在由上下這樣 慢慢的 緩慢的 但是牠的眼睛 會一個睜開一個閉起來 所以有一半在睡覺 對 牠就是腦部 左邊休息10分鐘 再換右邊休息10分鐘 理性的地方先睡 然後感謝牠們 牠在野外是因為 外面那一圈的生物要警戒 所以牠就是會有 維持一定要有一半的清醒 對 牠會維持一半的清醒這樣 好棒喔 超可怕 長姿勢喔 對 長姿勢 Stella 那在狐蒙的部分就是一樣 像剛剛Yumiko講的 就是用最主要就是觀察 再來就是我們觀察之外 我們還會看牠們剩的食物 就例如我今天給牠的食物 牠有沒有吃光光 其實跟照顧小朋友一樣 牠今天如果平常愛吃這個東西 可是牠今天不吃的時候 那代表一定有問題 對 或者是我們在 牠在餵的時候可能就會看 是不是有一隻都躲在角落 像我們之前餵就是有一隻 都躲在角落 然後都不出來 被霸凌了 對 牠真的是被霸凌的 就是牠都躲在角落 牠只要一靠近 就會有一隻衝過去胸牠 要咬牠 所以後來我們在餵時就會 把食物放得比較散開一點 讓牠比較補 就是比較可以吃到的東西 再來就是也是用量體重的方式 我們會訓練牠們站到體重 就會用蟲蟲去引導牠們 站到體重地上面 對 因為你要知道牠的健康狀況 對 牠要這樣站上去站好 然後我們會給牠吃蟲蟲 對 那有一次還跟牠太靠近 因為牠一咬那個大麥蟲的時候 汁就整個爆在我的臉上 超噁心 還好我那時候 嘴巴沒有 蟲的體液 對 就吵得體液 因為很汁嘛 牠就整個爆汁 對 就爆在我的臉上 然後瞬間就好噁心 然後就趕快讓牠量完體重之後 紀錄好 我就趕快先去擦臉這樣子 對 那牠們都會 通常看到磅車 牠們就知道要量體重 量乖乖量好 然後牠才有東西吃 所以牠們通常看到都會 自己站上這樣子 對 中間生 這是水踏 水踏 水踏 跟牠一起 牠生病了嗎 不是 牠生小孩 生完 牠生小孩 好小喔 好小喔 對 牠接生的話 就是你自己幫牠接嗎 牠自己生 但是我們會在旁邊看 所有的動物牠們 都是自己會處理 最好的狀況是這樣 除非難採 不要有人工介入是最好的 牠們這是天職就會 天職就會自己處理 那個很痛 所以牠這個照片的故事是 平常牠們在正常 我們每天上班去的時候 牠們都會很開心的 在門口等我們 然後可能會發出一些聲音 牠聽到我們開門聲 牠大概就會有這些行為出現 就是很期待 有時候牠們要出來玩 或者要吃東西 對 但是那一天都沒有聲音 有時候覺得很奇怪 因為剛好牠的預產期 又是在這個時期裡面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 可能也許是生了 對 所以我進去內設的時候 我就很小心的開了門 然後掀了牠的毯子 果然就是正在生產 正在基石 你當下有很感動 對 有流淚嗎 我當下衝出去拿相機 因為很難得 真的 你們到就有機會 對啊 因為要進入 很難看到牠生產的過程 老王 聽說你有一個 生產的經驗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有就是從美國那邊 進了幾隻長頸鹿 那就是剛好就是 這幾年唯一的進口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 因為長頸鹿要小隻的時候 才能塞進飛機的貨運箱 所以通常年紀都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預計牠應該是 大概一歲半左右的個體 那這個時候應該 還沒有性成熟 就大概是牠們 就是念幼稚園的年紀 好 然後就是進來了之後 就是我們大概看了半年 就覺得奇怪 就是長頸鹿的肚子很圓 然後很骨 可是照理來說 幼稚園的妹妹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啊 就是只是妹妹 然後可是大概在隔了 就是我們在懷疑的時候 然後過了三個禮拜 我們就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就是那一隻長頸鹿 就真的生了個小孩 我們就是一天 那個管理員大哥 就匆匆忙忙跑進來 就說 那個長頸鹿的屁股 後面掛了兩隻腳 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才發現什麼 為什麼 怎麼可能 然後再趕快把它 趕進壽舍裡面 就是幫他佈置這個生產的環境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概再過了 半個小時之後 這隻長頸鹿就很順利的出生 然後就是 就是開始自己學習走動這樣子 他出生的時候 大概是160公分高 對 一出生 長頸鹿 英文的760 原來我們是出在起跑點 對 對 就是我們這邊 就是最 算是很難得的一個經驗 對 小孩生小孩 對 就是我們想說 這應該可能是 當初來的時候年紀 登載有錯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他的體型 個體本來就比較小 對 以為是 還可以帶進這個後果香 對 小可 好 我的問題就是 動物是不會說話的 那這些肆育員 是怎麼樣跟牠們做互動呢 我們中心會常常收到 還滿常收到穿山甲 然後做穿山甲的招呼 對 然後會養一些小穿山甲 對 那有一次就是 我們在穿山甲 在做野放前 都會做野放訓練 還要野放 對 那所謂野放訓練 就是你會帶牠出去外面 去熟悉外面的環境 讓牠去外面自己去採石 對 那你跟著牠 就牠回到大自然以後 才不會有 對 才不會有銜接不上的問題 謀生的問題 對 那有一次就是我們 志工 就是那時候已經要下班了 那我就請我們志工帶 帶小穿山甲出去散步 對 那我就在做收尾的工作 對 然後下班時間到了之後 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走了 對 然後那個志工就回來找我 然後我就問牠說 小穿山甲 回去了嗎 妳帶回去了嗎 那牠對狀況怎麼樣 然後牠跟我說 沒有 阿銘 小穿山甲牠卡在樹洞裡面了 對 就像這樣 牠就整隻卡在樹洞裡面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邊 小小隻 真的卡在裡面 卡住 牠鑽進去然後就卡在裡面了 怎麼辦 那怎麼辦啊 然後牠說 真的耶 然後牠說 然後就剩下我跟志工 然後我就拿一把手鋸跟一把 要鋸樹 對 真的嗎 我就拿一把手鋸 這就是要刪老鼠喔 因為他要走嘛 要抓穿山甲的這樣 對 然後那個樹幹很粗 對啊 天啊 對 然後拿一把手鋸 跟一把圓橋 然後那個橋太粗了 你還鋸不開 你沒有辦法把整顆鋸掉 然後就... 那種變鋸的那種粗度 對 然後我就把它鋸了一半之後 用圓橋把樹皮敲開 把外面這個樹皮敲開 然後才把它拉出來 然後之後... 牠之後出去玩面 還是很喜歡去爬樹 真的到了 相反的 怎麼都提啊 還是很喜歡去樹上玩 還是很喜歡往樹跑 牠喜歡耶 對 有點長得像豬耶 對啊 小豬 小豬 小蟲 小蟲呢 因為像我們平常都會水外 我們會到水裡面跟小白肌 籃球 對 互動 就是帶一些 我們幫牠做的一些玩具 讓牠們在水裡面 可以跟牠互動這樣 像這個就是我們 平常工作的一個時間 另外更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這些櫃食 在生活裡 你應該不會帶去去 我們 在海津 在海津 他們 感谢观看